Hello,我是Sheryl,大家最爱的逛街逛超市视频又来啦 今天去两个地方,先来Winners看看吧 Winners是加拿大连锁的一家打折店,里面什么牌子的衣服都有 那它呢,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卖东西一样的,所以还是需要逃 现在呢,因为秋天已经过去了,所以大衣都全部上货咯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肯定会比在专卖店蛮要便宜一些的 这边有好可爱的snuggle body,这也就是放进去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 抱着就可以暖暖的,好可爱啊 还有不同的款式,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太幼稚了 但对于我这个三百多个月的宝宝来说可能刚刚好 其他的就是一些圣诞节的礼包也上架啦 圣诞节这边呢,是最看重的节日 那它这些礼包呢,都已经给你包好,有巧克力啊,还有一些糖果啊之类的 就很适合去送别人 那它这种包装好的呢,就省去了你回去还要自己包的这个烦恼 颜色搭配也超级圣诞,我觉得包的还挺好看的 算这些全部都是巧克力,价格也不贵,很适合拿去送朋友家人 这里是圣诞的一些袋子拿来装礼物的 它有这种巨大版,这个就半个人高了 好大好大呀,好有圣诞氛围 贺卡这边也有,我觉得加拿大这边吧 过节还是挺注重的 每一个节日那个相关产品推出的都真的是快呀 像什么哈罗尔尔啊,感恩节啊,复活节啊,圣诞节啊,都是 这些是一些包装的东西 还有这边呢,就是盒子 它只是空盒子,还有圣诞的花环 哇,这个盒子好可爱 它上面还有这个毛绒的球球 其他的就是一些圣诞的装饰品呢 像这些水晶球或者是百件 这个老爷爷呢,是好多好多不同样子的 很可爱,他是没有眼睛的,就刚好遮住 那看完之后呢,就来T&T买个菜啦 看了一下这周的Flyers 觉得还挺划算的,我就过来了 平时的话都很少在这边 因为大董华的这个价格还是会比起来超市稍微要高一些 这个是密佑,两块九毛九,来一个 小熊饼干4块8毛8,也来一盒 这是我的最爱啊,而且好久没有这么低的价格了 看过来这边是一些面包区 我贼喜欢Costco的面包 泡菜9块9毛9,有这么大一桶是一公斤 来一罐吧 然后1块6毛9的上海青,也来一袋 在做特价中 面包2块6毛8,我买的是牛奶面包 很好吃,我很喜欢这种软软的甜甜的 这边咖喱也在做特价,两盒6块钱 我就要两盒不辣的吧 这个双椒酱在做特价,我看网上说好好吃 但日期快要到了,所以就没买 这边是德庄的火锅底料,两个2块钱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番茄锅和一个三鲜锅 放在家里备着 4块9毛9一包的浓腥拉面 我拿了一个土豆马铃薯面 这边是丸子 大统华有它自家的牌子 我觉得它自家牌子的这个蟹丸还是挺好吃的 它里面有一种鱼籽的感觉,很有嚼头 其他的鱼丸也都好吃 做特价的豆腐花,两个2块6毛8 这是杏仁味的,我再拿一个原味的 这个豆腐花真的是贼好吃 樱花抹茶味的柏奇 也来一包吧,这个味道不错 2块4毛9一包的紫菜 这个拿来做紫菜包饭很方便 这边是青菜,有散装菠菜 1块9毛9一磅 也是特价中,来一袋 今天的总共花费是55块9毛1 你猜对了吗 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跟转发我的视频哦 下期见啦,拜拜